大家好,我是艾莉,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上一期旅行摄影101曝光的隐秘法则当中 我提到了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这两个模式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听起来特别专业 特别高级的拍摄模式 那就是全手动曝光模式 在经过了几次自动曝光练习之后呢 你肯定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尝试全手动曝光了 先别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旅行摄影当中,什么时候会用到全手动曝光模式来拍摄 实际上即便是专业摄影师 在旅行摄影当中,大多数的拍摄呢 都是使用光圈优先模式完成的 但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让我们不得不去通过手动设置 光圈、快门、ISO的参数 去按照自己想要的效果控制曝光 诶,上集不是说拍摄移动物体要锁定瞬间 使用快门优先模式吗 今天你怎么又说要用全手动模式了呢 是的,没错 假设有这么一位调皮的小朋友 他跑来跑去 一会儿出现在树音下 一会儿又跑到了阳光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使用快门优先是很舒服的 因为在树音下和阳光里的光线亮度呢 是在变化的 但是如果这位小朋友是在室内跑动 也就是说环境光线是人造光源 这个时候啊 使用全手动模式拍摄 才是最安全和省心的 因为在快门和光圈优先模式下 相机会根据你设置的测光范围进行自动判断 例如在背景比较深的墙面前 相机可能会判断此时的环境非常的暗 在比较浅的白色墙面前呢 相机又会觉得此时环境很亮 但实际上啊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空间内 光线呢 都是来自灯光 亮度完全没有变过 所以用全手动模式 将光圈快门ISO全部锁定 不让相机自己判断曝光 就可以保证每一张照片当中的人物曝光 都是正确的 这个原理其实适用于很多种情况 例如在海洋馆里拍动物 还有呢 就是在拍摄场馆内的比赛 或者演出表演等等 总之 被拍摄者在复杂的环境当中移动 并且周围的环境光线并没有变化 都可以使用全手动曝光模式拍摄 在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的模式下呢 大部分的相机快门速度最长只能拍摄30秒 所以当曝光时间大于30秒的时候呢 就要切换到手动曝光模式了 我平时经常拍摄长曝光的照片 以我使用的富士XT3为例 在右侧快门速度的拨盘上呢 有一些快捷方式 当想要使用30秒以上的快门速度的时候 就用到了这个T模式 调到T档之后 通过转轮设置快门的时间 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式下 快门速度最长可以设置到15分钟 在使用了ND减光滤镜之后呢 相机非常有可能出现上面说的快门速度超过30秒的问题 但是更可能会出现曝光判断错误的严重问题 导致错过了完美的瞬间 我们在拍摄时 都是通过相机背后的屏幕实时取景 来查看最终曝光的效果 在使用ND滤镜之后呢 环境中的光线会被压暗很多 在实时取景器上 看到的画面呢就会变得不准确 通常呢会曝光过暗 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全手动曝光模式 来设置相机到最正确的曝光组合 所以在使用ND减光滤镜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后期曝光合成法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拍摄方法 它的原理呢是将两张或者是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 通过后期拼合在一起 这就需要通过手动设置曝光 控制不同的曝光组合来完成拍摄了 它也是包围曝光的手动加强版本 想象一下有很多种可能性都会用到曝光合成法 比如拍摄一张室内的照片 窗外和室内的亮度相差很大 要么是窗外过曝什么都看不到 要么呢就是室内黑成一片 再或者是远处的山处于日落的光线下 但是前景的植物呢却处于阴影当中一片黑 全手动曝光加上曝光合成的方法 就可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在拍摄星空银河还有极光这样的题材时 从相机屏幕上可能看上去一片漆黑 或者呀根本就看不清楚 这都是因为环境光线太暗 已经超出了相机可以实施取景的范围 在非常暗的环境当中呢 我们只能通过全手动曝光去设置相机的参数 来完成这类特殊的弱光拍摄需求 在拍摄花的特写照片的时候呢 使用全手动曝光模式去控制曝光 会比光圈和快门优先这两种模式更容易获得满意的效果 一呢是因为花的颜色非常多样 例如白色的花就会很难拍 浅色的花呢和绿色的叶子因为有强烈的反差 让相机呀不知道如何判断曝光 还有呢就是拍摄花的时候 景深呢会明显不够用 解决的方法是拍摄多张不同景深的照片 然后通过后期合成 让每个位置呢都能够非常的清晰 拍摄这种需要景深合成的照片的时候 需要使用全手动曝光模式 来确保每一张照片的曝光值是完全一样的 以上就是旅行中会遇到的六种情况 需要用到全手动曝光设置来拍摄 也许并不是每次旅行都能遇到这些问题 了解一下啊也没什么坏处 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也有了心理准备和应对的方法 在每次拍摄时 注意观察光线和环境的变化 分析用哪一种拍摄模式最保险 还是要优先尝试光圈 或者是快门优先模式进行拍摄 如果可以顺利搞定 当然呢是最好不过了 再者这不是还有全手动模式来补救吗 我个人最关心的点呢 就是能不能安全的把我想拍的内容全都拍到 清晰度是一张照片的大前提 拍虚了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安全第一 祝大家都能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 感谢收看本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AV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关注我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